建屋发展局将拨款50万元 在三年内资助50个能够改善组屋生活的创意点子 协助他们开发成为商品 建屋局过去一年共收到了140个创意点子 比前一年多出了将近一倍 那现在呢就随记者蓝丽婷去看一看 有哪一些发明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好帮手 打开水龙头水的流量太大怎么办 只要在水龙头开关装上这个小仪器 就能控制流量不会造成浪费 把脚踏车停在组屋楼下确凿偷窃 让不少居民感到无奈 有年轻居民就突发奇想 设计出这种独特的钢锁 让窃贼无机可乘 他们要开的话 普通的剪刀还是工具是剪不了这个锁 你需要一个更硬更尖的工具 而且这些不便宜 这些由居民和学生构想出来的小小点子 看似简单却能大大改善日常生活 像这个在两年前构思的量衣架就即将在市面上出售 它利用机械原理减轻至少一半的重量 让人能轻易地把衣服晾出去 这个产品已经经过了一年的测试和试验 在获得建屋局的批准之后就能推出市场 而如果居民想购买的话 也必须先向建屋局咨询 组屋是否适合装置这样的产品 新潮媒新闻记者蓝力亭报道